台北县政府瞄准港澳旅客 推出婉转新北活动 希望借由低价促销 以及完善的行程规划 达到带来观光的商机 也可以借此促进地方的发展 台北县政府推动观光旅游 首部瞄准香港及澳门的观光客 县府观光局结合民间航空业者 以及交通部观光局的香港办事处 从8月8号开始推行婉转新北自由行优惠行程 以金木火土及两条水线 维划出六条旅游路线 让港澳旅客感受到北线好好玩 我们第一次举办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就是叫做婉转新北的活动 我们特别设计了六条路线金木水火土 欢迎港澳的朋友到台北线 来做三天两夜的自由行 婉转新北记者会上也有不少港澳媒体一同参加 其实这些记者们已经体验过婉转新北中的五来行程 亲自接触自然景观与圆明文化 让他们对于行程安排给予高度的肯定 婉转那边都蛮不错的 然后自然的环境让香港人都可以休息休息一下 然后有些比较原池的美食 那些在户来那边 那个太亚株 那些比较野生的比较原池的东西都 我对起来户来就觉得比较新鲜 婉转新北行程结合了当地的旅馆及餐饮业者 提供完善的服务 航空业者也推出优惠价格的套票 除了希望可以吸引港澳游客带来商机 也希望可以间接促进地方的发展 达到双赢的目的 天花丁新闻将家政旅阿文北 现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